潘主委 请潘主委 王委员长 主委长 我想今天呢 温宏文汇我们审查有关于整个劳保条例的修正 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因为这涉及到未来我们整个劳工保险制度是不是可偿可救 还有也关系到我们的这些劳工朋友 他们相关的这些权益 有一些是不是还能继续维持 那我想这一阵子以来 其实包括劳委会本身也开了非常多的座谈会 包括我们未还委员会也开过不止一次的公厅会 所以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呢 我一直都有听到劳工朋友的一个心声 他们其实很希望的是 可不可以这个所得替代基数的部分不要调整 原本我们法律上通过的给予他们的就是1.55 那现在行政院版推出来的是 如果薪水超过3万块的到43,900的 你们是有意要调降 但是这个部分经过这阵子这么多听到劳工朋友的心声 还有包括前阵子我们去讨论 43,900以后还可不可以掀这个屋顶的问题 现在看起来43,900掀屋顶是不太可能 因为这个可能还没有一些基本的共识 包括这个雇主劳工跟政府的分担比 这个部分其实并没有定数 所以在这样子不太可能的前提底下 本席认为在这个整个劳保年金的改革方案里面 其实这个所得替代率本席主张应该就是要维持1.55的水准 不要再去下修了 这个部分本席有算过 如果我们可以让劳工继续维持这样的一个所得替代率的话 原本你们希望减少的一年是大概140亿的经费 对不对 可以减少支出140亿 那这个部分呢本席认为应该要守住为什么 就是说我们1.55都不要去动它 不管是3万块以下 4万3900我们都不要动 但是这140亿的缺口 财务缺口从哪里来 我看到了一个契机 就是我们的基金的这个投资报酬率 投报率 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投报率是多少 主委你知道吗 3.26吧3.6 3.6 今年4个月已经3.6了 今年4个月已经有3.6嘛 对不对 所以相较于过去你们本来设定的3%已经是超出了 现在改革方案是希望到4%吗 希望到4%对 所以已经很接近了 只差0.4% 电话以后会被从10点几角 它照做的 因为它是三个月的 如果整个年来算的话 如果按照现在的绩效的话 如果一年来算的话 同样的绩效的这个水准大概就可以到达10点多 10%大概附近 可以达到10%是不是 对 哇 那10%跟我们原来预估的4%就多出6%之多 对 当然这个是看整个景气的状况 是 如果好的话 当然这个 之前其实本期算过 如果我们这个投报率 可以增加3%的话 我们现在的这个基金的规模数是4800亿嘛 差不多 对不对 4800亿 如果你可以多3%的话 你知道是多少钱吗 大概是488乘以3 大概是134 144亿左右 对对对 将近144亿 所以我刚刚本期主张 就是说 如果我们现在可以不要去动 劳工的所得替代率 因为它最高上限就43,900而已 我们其实它打拼了一辈子 如果我们政府还有能力的话 应该去保障它最后的这个 1.55不要去动它 但是缺口怎么办 刚刚说一年大概是140亿嘛 但是如果你的基金 可以提高3%以上的话 你就已经打平过来了 你知道吗 就是说我们努力的 在我们的这个基金的部分 好好的投资 然后让它有一些盈余 然后来弥补 刚刚本期主张的这一块 1.55不要再去动它了 这个部分 老委会可不可以好好的去研议 我们就努力往这个方向 因为刚刚主委有讲哦 今年其实我们的经济股市的状况 看起来不错 所以你们的投报率呢 现在目前已经是3.6了 到年底的话 如果持续维持这样的水准 可以达到超过10% 那我觉得我们之前 可能会觉得这一些部分的财务缺口 这个部分其实是可以来弥补 我们所得替代率 不要动 不要修正的这个缺口 这个做不做得到 事实上我跟王远报告 如果最劳危立场来讲 如果能够不动 能够照顾到所有劳工 当然是最好的 是这个也是主委 这边应该努力去做的 其实我们必须要经过一个计算 因为牵涉到就是说 为什么当初设计说 有1.55跟1.3的差异的 其方就在于说 我们希望在每一个 跟劳保的基金的 这个财务的制度上面的 每一个环节 我们都要做一点调整 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划出来 那这个规划呢 基本上也是行政院提出来的一个版本 所以基本上 当然我们现在要尊重 整个行政院的版本 但至于委员所提到的这个建议 我觉得是很有创意 所以让我们去思考 怎么样去找出来一个 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做法 我们会回去再继续计算出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考的方向 好 主委 我其实我刚刚前面就强调 我们最近因为听了太多 劳工朋友的心声 其实劳工朋友他们没有反对保费调涨 因为本来在我们的法令里面 我们的保费其实就是要按捏逐步调涨 更何况现在行政院提出来的版本是 涨到12%的时候是会还下的 会来看的 说不定那时候我们整个基金的投报率 吓死人啊 所以我们的整个的财务的亏损 可能就往后演 所以到12%还踩一个刹车 我觉得关于保费这个部分 其实劳工朋友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我真的深刻的感受到 老公朋友不能接受的是说 我愿意在我有工作能力的时候 我尽量的缴保费 我尽量努力工作 但是等到我退休的时候 我已经没有工作能力了 那这时候我要领回来的钱 可不可以在这一个所的替代率上面 真的就不要再调降了 那我觉得他们这样的一个诉求 本期是觉得很有道理 因为我们就是让他这个工作的黄金期 尽量去工作 但是工作完之后没有后顾之忧 因为以现行我算过 我们现在如果是用1.55来算的话 43,900最高的这个投报的劳工 如果他工作35年 每个月可以领的是23,815块 如果再加上劳退金 雇主提拨6%跟自行提拨6% 他可以达到29,000块 这样的一个老年的年金 那这个其实对一个劳工朋友来讲 我觉得相对是生活会更有品质 更有保障的 那所以如果劳工朋友已经愿意去调这个保费 那我觉得在这个所得替代率的部分 真的是不宜再下修了 其实也不用再下修 刚刚本席建议的 就是说我们想办法从基金的投报率这边 来米平回来 虽然你们现在定的 你们定的是4% 但是本席要求希望是超过4%以上 以今年来讲你刚刚讲嘛 乐观的预估的话到年底可能是10% 其实这还不是最高的 过去我们的劳保基金曾经达到最高是几% 投报率 微价重金 最好的情景 这曾经达到18%过 18% 但是18%是不是前一年啊 负很多 负很多 那第五年就谈起来 但是平均如果说我们这个4%再往上的话 让它接近6%到7%是有可能对不对 如果台湾的经济情况是还不错的话 主要是因为我们整个劳保财务的这个计算呢 还是要有长期的规划在 对 当然每一个年度每个年度 因为整个市场的情况不是那么确定的 是 但我们希望能够尽量往刚刚王委员所指示的那个方向去做 能够尽量把这个整个基金的效益把它提升 这是一定要做的事情 是 那就是说整个长期规划上面来看的话呢 我们当然比较在规划上面比较稍微要保守一点 因为很多时候它的景气的变动太不稳定了 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在基金的效益上能够大幅度的提升的话 的确是可以有 有刚刚你所提到的说可以来帮助去降低 可能因为整个的所得替代率增加 维持这个学生之后 所增加的支出的部分来来去把那个支出部分把它给填回来 对 那这是可以考虑的地方 对 我想本席看到的就是说这是有可能做到的事情 那我觉得劳委会作为这个我们守护全国劳工 也为他们争取他们最大的这个生活保障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你们应该要全力以赴 其实刚刚主委也讲你们愿意好好的去规划跟考量 那我觉得我们应该全部都用这样的方向来帮全国劳工争取 所得替代率就不要再修了 但是其他的部分本席支持还是要改革 因为这样才能维持 对 特别是保费的部分也一定要慢慢往上调 对 那因为保费的部分其实现在负担比是雇主期 然后劳工只有二 政府一嘛 所以劳工影响的部分老实说是为乎其为 并不大 那这个部分我想多数的劳工应该也愿意 就是为了整体劳保基金的运作 大家支持这样的一个改革 但是呢本席真的是在这边希望劳委会回去好好研绎 在这个部分我们真的就是让他的所得替代就维持1.55 都不要动了 我想这个也让全国的劳工朋友大家都会很安心 他辛苦一辈子之后 最后他领到退休金 我们这样的改革方案是这个都不会少 所得替代率都不会少 好不好 好 主委你这个要承诺好好去达到这个目标 好不好 好 那接下来呢 本席这边要问的是跟最近时事有关的这个菲律宾外劳的问题 我想最近我们跟菲律宾政府的紧张关系 的确很多议题不能转嫁到这些外劳 在台湾已经在工作外劳身上 现在我们台湾的菲律宾外劳有8.8万嘛 差不多8.7万多 8.7万多嘛 其中大概将近6.5万是产业劳工 然后2.3万是看护工嘛 那最近由于这个两国的紧张关系哦 其实我也很担心 这些外劳他们的心理压力大不大 因为我看到竹客有一家公司其实很好 他就主动把外劳找来 哦 针对他们就是告诉他们说 目前其实是政府跟政府的紧张关系 你们在台湾是安全的 我们台湾的人民其实还是友善的 不会对他们做一些不适合的举动 就跟他们讲说我们政府对他们的这个看法 就是说帮助他们这个没有问题 那我们也透过很多的我们的新闻稿 还有甚至于说我们现在也发文给各地方政府 希望说请他们去对于非劳所聚集的相关的这些工作场所 能够跟他们讲说台湾人会照顾我们非劳 都会让他们在这边受到这样欺负的 本期觉得这个动作非常重要 另外就是你们1955的外劳咨询专线 对也都我们告诉他们 都告诉他们吗 但是你们现在有菲律宾语吗 虽然他们都会英文 都有 菲律宾语也有吗 我们昨天还发了一个英文的新闻稿 也是告诉社会当中让英文的读者 就是包含非劳在内 他们知道说这个讯息 好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说我们跟菲律宾政府的公道是一定要讨回来的 但是对于菲律宾在台湾的该有的工作权跟生活权的保障 我们一定要维护他们的人权 对一定要维护他们的人身安全 让他们安心在这边工作好不好 好 好谢谢 谢谢